哈喽我是桃子 今天来教大家如何在迷你打出彩色字体 看到别人写的七彩字是不是很羡慕呢 别结今天你也能拥有 首先请记住这个表格 每种颜色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字母 只要有了这张图 想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 具体如何使用呢 来手把手教学 点击字牌在输入框里输入 紧后大写的2 后面加上输入的字 一个红色的油字就写好了 再来一次 紧后大写的2 游乐园 三个红字就写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接下来是更高级的教学 闪字 一闪一闪的字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 在前面加紧后b就行了 紧后小写b 紧后大写y 后面输入字 甜 会闪动的黄色字 甜就写好了 框里把后面的字也这样写完 怎么样 是不是很酷 我就借此机会把游乐园的牌子都写完吧 复制嫩粉色的代码 直接粘贴到留言板 后面加上想写的字 右转是滑梯 秋千和甜品店哦 嫩粉色字帖 是不是超好看 怎么样 小伙伴们都学会了吗 快去自己的地图试一下吧 从这里左转是旋转路马摩天轮蹦床和温泉 然后在每个游乐项目的前面也写上字 彩虹摩天轮不让我写 那就写七彩摩天轮吧 右边来写价格 就十块钱好了 售票员在这里帮我监督哦 不准逃票 阿黎做的红散散白杆杆蹦床 名字也叫这个好了 最好是鱼撩温泉 搞定搞定 里面的小鱼都还活着呢 现在它已经是个成熟的游乐园了 欢迎大家来玩呢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